全球舆论大动态 近载有报 天天图 大家好 我是邱振海 每天来主持节目 或者你打开电视 看节目的时候 你看 先看看我张脸 我张脸今天阴还是阳 阴呢就说明 阴气氛不太好 阳呢就说明今天还可以 甚至只看过我张脸 我也不知道阴还阳 不管怎么样吧 给大家讲个事吧 讲个故事 讲个笑话 大家知道在台北 有一个小学 叫武汉国民小学 听说过吗 武汉国民小学 然后有两个老师 在路上遇到了 说最近在哪儿教书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在武汉教书 旁边一大堆人 把那个说在武汉教书 那个人马上给他抓起来 送到格林病房 隔离了两个星期 好吧 生活已经够艰难的了 咱们偶尔还是来点润滑剂 不行 润滑剂这事也不能多说 有人要联想过多 来点调料吧 好吧 好 后面 阳结束了 开始来点阴的 严肃的事 中华聚焦 现在主持节目很难的 说什么事都得想一想 刚才我后来想润滑剂 不行 润滑剂 很多人会产生联想 调料 生活是需要点调料的 偶尔讲讲笑话 好嘞 咱们先看看中华聚焦 后面的事我真是调笑不起来了 香港昨天产生了第一种死亡案件 那个人是从武汉回来的 而且现在从昨天到今天 又有三种 五种 有五个个案 其中绝大部分是本地感染的 就没有外游 没有到过武汉 也没有到过内地 也没有到过其他地方 就老老实在家里待着 也生病了 这就是很可怕的 这就有可能会引起社区大爆发 就不就以前中南三院是说的吗 粪口传播 像咱们香港2003年 这个淘大浩阳下水道 所以这是难以防范的 这是我跟大家前几年就一直说的 我们要与时间赛跑 要与病毒赛跑 今天我还要继续还要讲这个话 所以今天这个香港明报 有一个受认是说 隐形传播风险增加 警惕病毒避免恐慌 所以咱们现在此时刻 每个人勤洗手 一天大概洗100次手算多 还在那儿开玩笑 你如果嫌100次太少的话 写500次我也不反对 但是与此同时 咱们还在社区下水道 社区的隔离 真的是要加强才可以 好了 与此同时 咱们看看隔离没做好 你看有一个人 做了日本的一个钻石公主号 钻石没有拿到 公主没有报道 病毒跟着他跑了 所以邮人上 有10个人就受到感染了 然后香港明报 还有一个报道说 说专家担忧大流行 但是世卫组织说 还没有达到标准 包括CNBC有相同的报道 那么现在世卫组织 这个是埃塞格比亚 以前的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 挺能干 上次见到我们习大大 1965年生人 然后同时他说 希望各个国家 都能够分享病毒的一个数据 然后同时我们看看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评估 他说如果要三个月 病毒基本上就要三个月 三个月差不多都五月份了 天气转暖了 然后三个月需要6150万美元 这账单已经开出来了 同时路透社和新生电台 都有报道说 说欧洲的药品管理局 资源加快研发 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些疫情 然后武汉线死亡率特别高 全国死亡率 大概按照中南三院院士说法 是2.2%到2.3%到2.4% 萨斯的时候是9.6%到9.8% 那不得了 然后武汉现在到了4.9% 是在全国的平均线以上 那当然它是源头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同时这个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机关报 然后他说这个李克强 这个举行会议表示 他说坚决把医疗救护房子的资源 集中到第一线 同时中央还挣2000个医护 资源湖北 杭州和郑州 这两州都已经宣布半封城状态 这昨天咱们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昨天我就跟大家讲 当然会给生活带来很多不方便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会感同身受 但迟迟个就牺牲小我 成就大我 这只是就隔离而已 但如果说下水道有问题了 社区爆发了 那隔离都没用了 所以赛跑赛跑再赛跑 昨天是隔离隔离再隔离 今天是赛跑赛跑再赛跑 同时新报说 现在内地全国有超过100个火车站 开始关闭了 昨天中午大概12点半 还是1点钟左右的时候 澳门特首贺一诚 举行了现场的一个记者会直播 我看得很好 澳洲的新闻界非常好 哪像香港新闻界多多逼人 澳洲新闻界 一句话也不说 一个问题也不谈 贺一诚讲得非常好 我听了都很感动 然后他说预警才智 回归后首见 然后赌场从今天开始停业半个月 讲完那么好的澳门 再讲讲那么糟的香港 香港大概有十分之一的医护人员 主要都是一些年轻的护士 罢工 此时罢工就等于说战事 在战场上 他说我要回去养老娘 我要回去养儿子 然后就做逃兵 有什么两样 纵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 做逃兵 逃兵是什么 当场枪毙 所以这些人 当然我不说当场枪毙 咱们就不说了 职业道德 这个白衣天使在哪里 然后现在你看 五千个医护罢工 急症而科都受到影响 然后与此同时还有 今天早上 在咱们富豪卫视的总部旁边 的大铺火车站 就发现了疑似 啥东西 所以一会儿我们回家的时候 都会遇到问题 所以此时刻 天灾加上人祸 这些人 我昨天说了 也别枪毙了 枪毙嘛 咱们不符合法律 让他得肺炎 得肺炎就得了 以前我还比较善良 我说回去打屁股 现在不行 得肺炎 好了 这个人咱们会说说 赖清德访问美国 这个事儿其实值得高度关注 但因为最近那段时间 咱们忙得跟肺炎赛跑 所以咱们也没关注 这个事儿很重要 而且很严重 他居然以台湾后任 副领导人的身份 去访问美国 然后这就是跟去年 美国国会出台的时候 台湾国旅行法 这个完全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事儿 肺炎完了以后 这事儿咱们得关注一下 好了 然后咱们看看央行 央行两日投放流动性 内计已经达到1.7万元 礼拜天的时候宣布 礼拜一达1.2万元 那么现在又加了5000万 对不对 主要是为了拖住股市 拖住经济 所以台湾的《旺报》报导说 现在大家每个人都宅在家里 宅在家里 现在叫陆宅经济 这事儿挺好 这个词语挺好 然后疫情隔离 手游行业开始发烧 所以昨天我跟大家说 现在5G时代来临了 然后这次又非常不巧地 遇到了一个什么新冠病毒 所以2020年可能是 远程办公的一个元年 就像2006年 当时我们说是博客元年 2009年是微博元年 对不对 2012年还是2013年 是微信元年 2020年一定是远程办公的元年 好了 咱们后面再继续看看 这个《旺报》报导说 60个城市的房市停摆 房市停摆 这个2020小阳村开始南线 疫情呢 《联合早报》报导说 疫情扩大经济成压 中国降杠杆的进程 有可能会稳平满 稳增长 平添一个变数 然后现在很多的外媒 按照《香港临近日报》报导说 外媒都在评估 说中国评估降增长目标等等 中国准备出台更多的措施来稳经济 好了 我先把信息给大家讲完 然后新册电台报导说 中国新型的肺炎 疫情很可能波及外国多个产业 然后包括汽车链 汽车的供应链等等 液花器的合同也可能会暂停 诸如此类 那么现在Kudlow这个人还可以 以前跟我们一样做电视评论员 我一直说评论员没做好 去给总统当顾问 但他至少比皮特·纳巴罗也好 然后他说 这个疫情有可能会使中国 推迟购买美国商品 他这么一说我们就这么一听 好了 说到这儿 我要说的是到目前为止 所有这些外媒 包括那个外国人 是咱们自己在评估 中国的经济怎么怎么 我说都是下掰 第一 不具备资料的完整性 第二 不具备准确性 第三 更不具备科学性 因为所有的现在我们不知道 这疫情的拐点什么时候出现 说不定疫情一个月就控制住了呢 说不定疫情六个月还没控制住了 说完这话赶紧打这下嘴巴 两到三个月大概是常态 对不对 这个一个星期 或者一个月可能是奇迹 所以一个月和两到三个月 对经济的损害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现在说什么中国经济下降 一个百分点了 0.5个百分点 基本上不具备资料的完整性 不具备资料的科学性 也不具备资料的准确性 所以他这么一说 我们就这么一听 同时我们再看看RT Russian Today 他报道说 他说现在在俄罗斯 他说这个蔬菜开始涨价了 蔬菜涨价跟中国的病毒无关 你看看白雪封天 白雪封山 蔬菜能不长吗 开玩笑 所有的病毒到那地方也得死掉了 好了 继续这个科特洛夫顾问说 新的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甚微 这话兄弟 这话说早了 这话说大了 如果说中国经济稳不住 你美国经济也稳不住 老二 没有理由老二的经济 不会影响老大 所以此时刻 真是一个globalization 真是一个全球化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好了 同时路透社和新生电台都报道说 美国因中国疫情 实施路径限制将导致百亿美元的旅游收益 现在基本上餐厅 旅游 零售 包括高端零售都在跌 但这个跌不可怕 这个跌 如果说疫情一旦进入缓和以后 这些马上可以回来 因为它不涉及到供应链的问题 无非是把那些员工 重新招回来就得了 最可怕的是什么 No supply chain 这个供应链断了 那这不是两三个月就能回来的问题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与其说关注什么产业 关注了旅游 餐厅 零售 还不如高度关注一下 进出口背后的产业链的问题 好了 后面咱们看看热闹 现在英美将安排更多的包机 从武汉撤侨 然后共同网说 新型肺炎有可能会导致 咱们的国家元首暂缓访日 外交部已经说了吗 到目前为止 不会影响 同时这次的中日关系还不错 南华早报报道说 北京还表扬日本 它说Heart warming help 完全是出自内心的 让人做很暖的 心里感到很暖的一种帮助 联国秘书长表示 警惕新冠病毒疫情 可能会带来的歧视 大家一定要留到 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最后一部分 我们会给大家引述一个 来自瑞士的 新苏利士报的报道 里面讲到最近 对亚洲人的歧视 在西方社会开始 有所上升 有所上升 虽然也不是很普遍 同时我们再看看 这个明报和新老日报报道说 都讲到物质分配不公的问题 所以湖北的红社会 三个高层开始受到罚 朝鲜加紧生产口罩 应对需求的暴增 必须跟大家说一下 这次禁止中国公民路径 是朝鲜人是第一个 没问题 没毛病 好朋友嘛 他也要保护他的身体 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对好朋友 永远是充满一份理解 在台湾方面咱们的同胞 你看好朋友咱们理解 同胞这个事 咱们就不太理解了 所以柯云司机一篇 一个口罩戴15天 有时候失掉了 也不敢更换 这哪行啊 这开玩笑 要出毛病的 这搞下去 不但要出毛病 而且要出人命的 这个中国时报有篇文章 标题用得很好 叫照不住的慌 全台蔓延 有时候标题如果做得好 会让人眼睛一亮 会让人心头一动 会让人一下子心灵 这个年头能够照进 我们心灵的那次曙光 已经非常至少了 看了这样的标题 你会觉得照不住的恐慌 在全台蔓延 多好啊 既把口罩 同时也把恐慌 用一个罩字 这叫画弄点睛之笔 好了 最后告诉你 现在为了防止 所有的什么下水道 分口 洗手洗手再洗手 一天洗一百只手 真的不算多 因为专家告诉我们 病毒可以存活五天 专家说洗手极其重要 好了 后面是中央书报 最近大家在家里吧 没事都有朋友都问我 先生你看看中国经济 回来咋整呢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 三个东西 一个是不准确 一个不完整 一个不科学 对不对 那么现在观点问题 大家看到的是餐厅 旅游 零售 什么高端零售 什么那些东西 这当然是服务业了 但是服务业分高端和低端服务业 和生产内的服务业 和一般普通的服务型的服务业 所以现在我们看看路透社 和财新网报道说 中国一月份的服务业的PMI 为51.8 创三个月新低 这个注意啊 这个创三个月新低 跟那个新点 新冠病毒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因为是你一月份 说明咱们中国的服务业 服务贸易 本来高端服务贸易 本来就不行 所以这一点 其实对我们的经济结构 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 但现在我们受到影响的 都是什么餐厅啊 等等这些低端的 不要因为展示 这些东西很快就会回来了 如果说三月份 咱们的这个疫情过去 会很快就会回来了 中国人 尤其咱们广东人 天不怕地不怕 饭不能不吃 早茶不能不喝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不要担心 关键是后面的供应链 怎么办 现在有人要闹事 这个你比如香港的那些 歹徒啊 黑衣人啊 都分眼见到他 还有美国军队 这个时候还跑到中国南海 得飞烟 然后后面咱们看看 这个中国华为公司代表说 准备在欧洲建立生产基地 这非常好 最后告诉你 蝗虫不止 前面说恐慌照也照不住 现在就蝗灾不止 索马里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看一下大清世界 每次一日 本來已經心情那麼緊張了 還看蝗蟲 然後我們的美女主編也是 搞得那麼可怕的音樂 你不會搞一個海盾的小夜曲 讓我們看看蝗蟲嗎 那至少我可脆弱的小心靈 還得到一些安慰 好了 不管安慰沒安慰 咱們休息還是要的 這個年頭休息最重要 完了 回來看看特朗普 據說此時此刻 他正在發表他的 就是State of the Union 國情之文 我們一會兒來看一下 好 歡迎回來休息完了嗎 這年頭休息很重要 然後休息完了 咱們看過來在國際這邊 以前一講到國際 如果說美國總統特朗普 看郵報天驗讀 我說的是假如 這種可能性是有的 如果看郵報天驗讀 他一定很高興 郵報天驗讀每天把我放得頭條 我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 那個時候我們要告訴他 不要高興太早 因為這世界上沒啥新聞 只能把你放頭條 現在他如果繼續看郵報天驗讀 他一定說 怎麼搞的 天天把病毒放得頭條 我在哪兒 那我們要告訴他 Don't worry 因為病毒很重要 因為此時此刻 病毒是世界上的頭條新聞 講完病毒就講你 因為你也很偉大 好了 現在馬上看過來 國際即將 好 我們看看 此時此刻 大概不知道有沒有講完了 他的State of the Union 在發表他的國際之文 那麼昨天 今天早上的 臺灣的《中國時報》就報道說 川普規定之文 操作美大 美國的回歸 三年之前他又說 Make America Green Again 要讓美國更偉大 現在有沒有回歸呢 那我們到這看看 聯合早報 同樣是藍營 藍營報紙 馬上說繼續走浮垮風 這個標題用得很好 這個跟我黨用的標題差不多 浮垮 浮垮 好 然後同時我們再看看 這個星辰電台和CNBC 報道說美國參議院 共和黨領袖預告彈劾案 將裁定特朗普無罪 我再給大家看看前面有條 《中國時報》也說 放大 說彈劾審判 接近尾聲 獨定宣判無罪 所以此時刻 如果有一杯紅酒的話 我還真願意跟特朗普 兩個人坐在一起喝喝小酒 同時我們看看 民主黨的初選 民主黨初選 手機城市居然產生故障 然後愛州的初選的一團糟 民主黨自亂陣交 現在據說一個滿年輕的 三十幾歲的 四十歲不到的一個候選人 居然超過了布尼桑德斯 也好 終於有一個年輕人出來了 那麼《香港明報》是報道說 民主黨初選第一仗 特朗普成贏家 因爲什麼呢 那看看這頭驢 一頭驢有兩個頭 兩個頭分別走向不同的方向 一個走向未來 一個走向過去拉扯 這就是今天的民主黨 好了 後面 《國際書報》 請問剛才我們的國際局 特朗普肯定很不高興 我怎麼就這麼點騙復 開玩笑 《有報》《天天圖》的美女主編 沒把我放的壓力 沒辦法 後面輕流感 咱們還得關注 這年頭健康很重要 你比如說01和海沙電臺 其他電臺報導說 沙塔阿拉伯和越南爆發輕流感 這輕流感當然不是新冠病毒 然後同時聯合報和咱們的新華社 都有報導說 美國將強化與中亞五國 在經貿和安全領域裡面合作 那麼現在特朗普 據悉考慮退出世貿組織 連WTO都還要退出 開玩笑 不過是裡面的一個 叫政府採購協議 特斯拉 現在Elon Musk 馬斯克這個人 基本上就在想200年以後的事 希望他能夠獲得200年以後 特斯拉以前是賣一輛 虧一輛 但不影響他 只有在中國社會主義國家 咱們政府補貼 所以這又是體制上的優勢 現在終於特斯拉開始有點 可以賺錢了 所以現在香港明報報導說 特斯拉大升20% 市值漲1000幾 1000多少 1794億 博士港幣 然後同時RT報導說 俄羅斯和土耳其的兩個總統 這兩個總統都是強人的 一個叫普京 一個叫埃爾端 兩個人採取說是提高在敘利亞的 一個行動效率 然後普京說了 RT電台說 他說這個不要老關心我 我不會去延續我的權利的 我修改憲法 不是為了我 我是為了俄羅斯的民族 他這麼一說 咱們就這麼一聽 然後同時 這個英國計劃在2035年 也快了嘛 還有15年 騎禁售汽油車和柴油車 這是頭髮亂蹦蹦的 這個特朗普他弟 做的一件好事 然後聯合早報 和Warsley Journal都報導說 美軍用長針導彈 斜什麼什麼 一個低當量的核彈頭 然後非洲的 萊索托的第一夫人 開始自首了 他的罪名叫 是可忍孰不可忍 涉及到殺害首相的前妻 面臨起訴 這個人也是 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居然戴了一個 說得面具 假扮法國外長 你現在能夠看出 哪個人是真的法國外長 哪個人是假的法國外長 反正這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肯定是騙子 所以這個案件 開勝料 好 最後告訴你 世衛總事報告說 未來20年 癌症病例將增多六成 多數在中低收入國家 哎呦 這個 咱們費典 咱們的新冠病毒還沒去 你又給我們來一個這麼 能不能等我們 肺炎過了以後再告訴我們 不過這裡面還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如果我們 能夠擺脫中低收入的話 那麼這個癌症增60% 可能就跟我們沒啥關係了 好了 跟我們沒啥關係 這是性自由的朋友們 要注意了 性自由什麼 經常搞搞潤滑劑的朋友們 要注意了 哎呦 這話不能說 讓人想像太豐富 《星導日報》報導說 美國在南非釋養艾滋病 疫苗失敗 艾滋病疫苗失敗 那意味著什麼 好吧 這事兒咱們就不說了 趕緊休息一下 你稍微歇一下我走過去 最後咱們還要談談 費典疫情未來兩週 有可能會達到爆發期 哎呦 還有三分鐘 今天導播對我還是很nice 那我就慢慢講啊 慢慢講 這個有關未來兩週 這個費典達到高潮的事兒 新冠病毒達到高潮的事兒 這話不是我說的 是咱們中南三院是說的 因為這裡面潛伏期兩星期嘛 那麼也就是說這幾天爆發出來的 你看武漢今天又爆發 這個爆發期呢 基本上大概都是1月22號左右纜上 1月22號左右纜上呢 那就意味是什麼呢 是中南三院是去過武漢之後 透露以後還有人再繼續來 那就已經是二次傳播了 對不對 第一次傳播是12月8號 後來達到小高潮是12月30號 咱們有報天天讀 從12月9號天天就開始爆 當時叫武漢肺炎 後來大概到12月底 1月初死了一個死了兩個 沒看有報天天讀 毛病問題就在這兒 好了 咱們後面看看這個聯合早報 報道說疫情考驗科創技術 現在你看它裡面講到口罩等等 物資 周轉不靈 那包括對咱們國家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現代管理體系 也是一個新的挑戰 這話也不是我說的 這是咱們習總書記說的 它是對咱們的政府治理體系 構成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挑戰 所以各級部門 各級官員 都要好好地學習習習總書記的一個講話 同時Neutsche Zeitung 就新蘇利事報 德文的 然後裡面講到了 它引用了一個人說的話 Ich bin kein Virus 我不是病毒 什麼意思呢 現在當然不是普遍的 亞裔人士跑到一些西方國家 很多人就說 袒虎色變 一看到亞洲人就以為想到是病毒 這個本來就是西方人過於恐慌 然後也有他們一些所謂的歧視行為 包括德國 這個不久以前有個中國學生 在德國在柏林街頭 遭到幾個在德國生活的 阿拉伯裔的女子的毆打 就說你是帶了病毒 諸如此類 所以他說 Taz mille verbreitung des coronavirus virus 就是随著這個病毒的擴展 所以在西方世界對亞裔人士的 這些歧視啊 這些種族主義情緒也開始上升 好 到最後我點評的部分 我就說未來兩週是關鍵 第一個呢 疫情現在正在向高峰翻升 但疫情向高峰翻升 這主要是二次傳播了 對不對 所以下面關鍵是什麼呢 咱們一定要阻止三次傳播 如果你三次傳播還不行呢 它一定是滾雪區越滾越大的嘛 那麼再來個14天 再來個28天 那就不行了 一個省冷水越來越多 另外一個病毒變種了 所以此時此刻必須要隔離 隔離再隔離 重要的事情 說三遍 這昨天我已經說了 那麼從這幾天香港的情況來看 要必須要高度警惕 社區爆發 而且我一再強調2003年當時 這個逃亡還原的事情 就是下水道出現了問題 那麼現在分口傳遍 諸如此類等等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與時間賽跑 與病毒賽跑 好 一半天內東 咱們明天繼續 好 好